今次繼續和大家看這個WARFAT日與夜 因為我們已經走到晚上了 這個公園算是位置不錯 因為它近地鐵站 但在路軌旁邊車聲又不算很大 為什麼我們會來兩次呢? 因為我們有個朋友 落腳地都選擇這個位置住 所以我們來兩次看兩次樓 變成可以介紹給大家 都是一個不錯的考慮 去這邊租本兩房是1300磅 買的話就是30萬磅左右 去路軌剛剛賣站 可以給大家聽聽現場的環境 是嗎? 有車來嗎? 應該這個是WARFAT日 剛剛有人說了這個什麼站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了 過完這條橋後 右邊就是地鐵站位置 在地鐵站對面就是這個市中心 我們在晚上的時間 就走一走WARFAT的市中心 這個時間就是大約晚上7點左右 趁著逛街的時間 可以說一說在這邊租房的文化 究竟跟香港有什麼分別的呢? 在這邊租房 通常的經紀都會選一個日子 約幾個租客一起看 看完之後它會集齊幾個WARFAT 可能有些出高一點 或是出低一點也有 接著它就一次過給業主 業主要考慮一下 租客的offer 以及它的工作背景 以及收入證明 家庭成員 還有它有沒有養草物 還有它的租期多久 是長租還是短租 來考慮一下 當然啦 如果你找到一些沒有人跟你爭的租盤 當然可以跟業主討價還價 前提是你要知道 當時只有你一個offer 很多初初來到英國的香港人 都沒有工作證明 所以大部分都會選擇 交半年或者交一年租金 來補償 很多業主都會接受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提提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可以是出offer的時候 列明在這裡 例如是有什麼DFAT 想業主幫你收拾去 你才入住 或者是有什麼大型傑司 你想不要 那變得到時大家都會清醒很多 又避免有人爭拗 有什麼大型的商場 Woffer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店 這邊很多時候都會看到珍珠奶茶的店 進來可以買一杯珍珠奶茶 一邊喝珍珠奶茶一邊走商場 其實走商場 香港人很多都經驗豐富 也不需要我分享 大家一起看看有沒有大家熟悉的店 我回頭啦 如果有什麼店舖 我會去找一個小店 在圓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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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